把刚组好的主机插上电 五颜六色又够缤纷 加上江秋效能还要比价 老顾客换电脑 最爱往台北光滑商圈炮 每到周末民众买主机 手提新零件 但人潮早已回不去 巴德路一顿上 实体店家一间一间跟着退租 两层楼150平 一个月租金就要110万 贴文一出 网友议论纷纷 说房东真好赚 也有人发现附近店家一直坏 我是觉得有收蛮多的 我发现之前这边整排都是 应该差不多 你直接排好菜单 然后请他们帮你煮就好 可以直接帮你把所有菜单 然后组成一台机器 然后就直接交给你 最近来到台北市光滑商场 这里的主机板和显卡不怕太多 只怕缺货 招牌琳琅满目 但是仔细看 这里空的店面已经不止一家 招牌拆着拆 铁门全都拉下来 还有电动机车品牌也退租 空荡荡的店面贴上红布条 数一数3C一条街 一共四间空店面 不止灿昆退租 知名的新雅全盛时期四到五间店面 现在剩下一间 其貌红优也都退租 昆基两间店面缩减成一间 在地业者认为租金和人潮是衰退主因 电租是蛮贵的 应该也算是了 人潮的问题 至少有一半以上 不要集中在山窗或是那边 我在这边大概快二十几年 快三十年 来来去去至少十家以上 网路兴起也是一个蛮大的原因 业者坦言要做电脑周边 现在必须要网路商城 和实体店面并行 但房东租金过高 也侵蚀获利 让业者无以为继 明日是新闻一味相对亚伦 太报道